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1972年尼克松第一次秘密访华时 在江青同志的安排下演出了革命样板戏 红墙娘子军 贼笋 40年后在白宫欢迎胡锦涛 那朗朗弹了一首曲子抗美援朝的电影 上甘岭和英雄儿女的组合曲 叫《我的祖国》 然后他马上说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朗朗一开始春风得意 说能够在白宫演奏这曲子很自豪 牛脸意识到触犯众怒赶紧声明 我啥都不知 我整个一掰痴 他说摆出了一副无辜的样子 想不到事情越抹越黑 因为大家伙不买他的账 那接着有人提到 到了美国享受人家的好处 却公然侮辱美国人民 主人善良邀请你去家里演奏 你却在人家家里面用人家听不懂的语言 去骂人家祖宗 事后还不敢承认 更有网友说 朗朗你整个一五毛 你为了五毛钱 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和道德 整个一典型的奴才志愿者 还有网友说 我的祖国已经取散了 朗朗改名吧 改成叫汪汪算了 当然说也有人说 没必要对这件事情过分的解读 其实这种做法 没有一点点实际的作用 而他能够看出来的 就是小家子气和小聪明 和一点鸡毛蒜皮的事 根本没有大国风范的智慧和风度 但是在一个封闭的愚昧的国度里头 整个国民的荣誉感 其实往往是被这种事情 所忽悠起来的 我相信这是指国内有些人 认为朗朗是爱国英雄的这种 他的这种评价 大家戏咋么咋么 确实是那样 我们原来也提过 一真正的大国是包容的 是能容纳的 而鸡毛蒜皮斤斤计脚的人 那警示俗民 咱就不说是哪了 反正一毛钱两毛钱的事 真真都算计的人 被人是看不起的 而暗地里吓家伙 那就更不是个东西了 有一位叫做新西兰农民的说 其实朗朗本身的成名 是跟美国有直接有关的 他在国内刻苦练习没用 最后来到了美国 在美国接受美国式的教育 在美国请接受这些导师的教育 那在美国是被美国的媒体 给他烘托出来 认为是当今最有希望的年轻的钢琴家 美国的媒体完全把他捧起来之后 朗朗出口转内销 说变成了中国人的脚 所以他在文章接着说 在白宫的欢迎晚宴上 主人为了表示尊重 特意找来朗朗作为主人一方的嘉宾 想让客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但是朗朗这一行为 是极其没有礼貌和操守的 是对主人的背叛 不仅如此 我们还可以看出 朗朗是一个毫无感恩之心的白眼狼 就是因为他受教育美国 成名于美国 还挣美国人的钱 因为他在巴佛罗 也就是水牛城取消的那场演出 一楼的票价 一张票 520美刀 大家算算 520美刀 有几个中国老百姓能看得起呢 当然有几小撮的老百姓 不是老百姓 中国人 他绝对看得起 这也是肯定的 所以这篇文章里就说 那朗朗整个是一个 毫无感恩之心的白眼狼 他的行为是今天中国社会当中 那些能够吃香的喝辣的 在面上混的很多人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见什么人 说什么话 见什么风 使什么舵 而自己到底说了什么话 使了什么舵 他不care 他真正care的关心的 就是自己能多捞点好处 这就是这个社会的价值 今天大陆 所以这个社会完蛋了 就是我说 社会已经没有道德的准则 而国家已经没有道义了 那就完蛋了 前云会这件事情呢 也接着有新的消息出来 那网上评论这么说 中共官方公布的前云会案 最新证据很难服众 文章提到人民日报29号透露说 已经找到可以证明此案 为单纯交通事故的关键的新证据 那就是前云会生前 佩戴了一块具有微露装置的手表 其中真实地记录了 他被撞身亡的全部过程 进一步佐证了公安部门 认定该案为一起 普通的交通事故的结论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 质疑说 在法庭下周即将开庭 审理此案之前 匆匆公布此项目的最新进展 而且不交代任何细节 比如说警方为何至今才知道 前云会拥有这么一块手表 而再次引起外界的强烈质疑 前云会死得挺绝 为什么呢 这件事情他死完之后 比他死之前出名多了 第一个第二个 他还戴了一块手表 手表是有点像007的感觉 能够录音 你听见 能够录音 而且他要撞死的时候 之前他先给录了 是因为要给警察提供证据 为了国家的荣誉 咱可以这么解释吧 您多费劲啊 哥们您戴一块手表 带有录音装置 007似的 然后说正跟人吵 正跟人有冲突的时候 被别人抓起来的时候 他给录了音了 目的是为了被撞死的时候 或者说被怎么样的时候 能够给警察提个证据 大家记明白了吧 每人以后都买个录音装置 有点什么事 您就先按个电脑 常换着点电池 这样的话 事儿好办 也省了给国家添麻烦 你说这什么社会 这是个什么东西 BBC等的条消息 中共央视新闻 使用好莱坞大片尽头 文章上来提到 中央电视台 今年1月份 一个军事新闻 大家注意啊 军事新闻报道中 使用了一段 好莱坞大片 壮志凌云 那英文叫做 Top Guy当中的画面 当时的新闻报道 是这么说的 是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的训练节目 其中有对高级军事官员的采访 镜头中展示了 执行任务的战斗机的场面 报道还告诉观众 这是实弹演习 并说演习命中了 所有预定目标 文章里提到 一些眼尖的观众说 当时的场面 是1986年 汤姆·克鲁兹 所主演的 美国好莱坞大片 壮志凌云中的一个场面 军事新闻 今年1月份 所以就是现在发生的 急剧时代性 这就是今天党 与时俱进的 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 所以您大家想想 中央电视台那些哥们 那些姐们们 这钱多好赚 坐在家里头 只要高速网一上 我跟你说 您想要什么新闻 您就要什么新闻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每天晚上七点到七点半 里面的波的新闻 谁信他 谁是二 文章里采访了一位 熟悉央视运作的人士说 这并不是央视第一次这么做 也不是最后一次 但是央视目前正在 试图建立起一种机制 来禁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我说这事您就谢菜 这机制要建立起来呢 我跟你说 又有人挣别的钱了 这个机制本身是没用的 因为整个体制就这么干了 那你就在今年 就在今年1月份 1月23号 您不是又把十年前 天安门广场所谓法轮功学员 自焚的影片拿出来了吗 不也是你央视干的吗 你把今天放的影片 和当天放的那个焦点 焦点访谈当中的 所谓法轮功学员自焚的 两个片子 您放在一起 如果你说十年前 那拷贝没有了 你到海外来 你到我今日点击来 石涛给你一份 咱俩对一块 您看看您剪了多少 您中间编了多少 那汤姆克鲁斯 25年前拍的片子 您都能给用上 也怪难为您的 网上最新的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呢 是指这个 杨尚坤的日记呢 被披露出来 但是他特别著名 目前没办法来确认 是真是假 文章题目说 杨尚坤日记起风 胡耀邦临终忏悔 胡耀邦跟邓小平 关系非常好 邓小平能够再次垂帘听证 是胡耀邦的功劳 但是在胡耀邦要死的时候 邓小平拒绝探视 这是杨尚坤说的 更觉得是文章记述的很清楚 1989年4月13号 在胡耀邦去世的前两天 邓小平在家里面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什么叫独裁 当时的邓小平可以把当时中共的政治局委员都招到他们家去开会 但他是个普通的党员 那让我比较吃惊的呢 是后面这段话 杨尚坤说 1988年7月13号到8月24号 杨尚坤到胡耀邦家去了六次 每次长谈五个小时 1988年7月14号 胡耀邦跟杨尚坤说 没想到邓小平如此霸道 不听取任何不同的意见 搞垂帘听证 很后悔当初采取卑鄙的手法 搞倒了华国锋 扶起了邓小平 当年的西单民主墙是邓小平受益搞的 结果魏京生站出来干了 然后邓小平起来了 把民主墙又给干掉了 然后把魏京生也给关到监牢里了 1988年8月5号 胡耀邦跟他透露出另外一件大事情 80年4月 当时在清理三种人 将北京市公安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 骗到了云南大理秘密枪决 当时派王正去现场观看 他说为什么要枪决他们呢 胡耀邦说 他们当时掌握了胡耀邦和邓小平 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 所以为了斩掉他们的这些内部的消息 为了能够保住胡耀邦和邓小平光辉的形象 把那24个科级到处级的北京市公安局部门的官员们 干掉了 毙了 所以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 同样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干了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